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明镜民族民主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引讨决定 对在1027飓风军事行动中被俘的明安来武装战俘进行释放 共计41人 战俘释放工作由同盟军政治部保卫处负责实施 并得到了地特区牧邦县蒙尧区的群力配合 据了解 在释放该批战俘前期 保卫处副处长杨继坛少校还请往战俘计压地开展思想交流工作 不仅向他们尝试了同盟军对待战俘的优待政策 更详尽地介绍了1027飓风军事行动中 同盟军惊绝打击电炸活动 收复联邦地特区 辖区以及重建地区高度自治的 坚定决心和卓越成果 在工作中 杨副处长还细致询问了战俘的生活状况 及部分受伤战俘的就医问题 宽慰战俘配合必要的相关工作 放宽心态积极接受治疗 在允许的纪律范围内 可以酌情考虑他们的合理需求 在切身感受到同盟军的人道主义关怀后 被释放的战俘纷纷对同盟军给予的优待 表示由衷的感激 部分在战事中受伤的战俘不禁感慨表示 在自己受伤后 由于行动不便被战俘抛弃 以为会命令难以想象的结局 后被同盟军战士发现 不仅没有受到伤害 反而受到了很好的治疗 现在伤势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同盟军严格按照纪律 对战俘与人道主义优待 尊重战俘人格 用实际行动打消了战俘的各种顾虑 与此同时 部分饱受军人集团旗下部队中 不公待遇的战俘也彻底死刑 并对军人集团的军事独裁 欺压百姓 打压各族同胞等行为深感不满 表示军人集团如若一直如此 国家不仅不会得到发展 还将继续处于战乱的漩涡 在抗清军人集团真面目后 部分战俘更是对同盟军 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 表示愿意弃暗投民加入同盟军 共同捍卫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未来 推动联邦民主进程 在完成一系列的前期准备后 根据上集指示 5月10日政治部保卫处 对41名战俘予以释放 随即保卫处工作人员将41名战俘 护送至牧邦县蒙瑶区 移交蒙瑶区相关部门 并为41名战俘发放了相应的路费筑起房乡 在丈夫移交当网 蒙瑶区已对丈夫予以释放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